我们身处社会之中要懂得爱护环境 这是每个人都明白的道理 开车的时候不乱往外丢垃圾是一种良好的道德修养 最近发生了一件事让我们看到了生活中的丑陋与美德 这情是这样的 在俄罗斯的一个停车场内 一位坐在宾利车副驾驶的男子随意往外扔垃圾 这时现场有一位骑摩托车的男子 看到后非常不满意 当即捡起垃圾 只见他一路紧随宾利车 终于到了一个分岔路口 宾利车暂时停下来 趁着这个空档 摩托车的车主敲了宾利车的车窗玻璃 本来车主还一脸迷茫 车内的人还以为汽车出了什么故障 就摇下来车玻璃 这时摩托车上的人 把一袋垃圾迅速丢入车内 当然了这件事情的经过 是由摩托车司机记录的 并且上传到网络上 一时引起了大家的极大关注 点击率暴涨超过了百万 小编不禁思索 当时宾利车主的反应 想来一定是手足无措 两脸懵逼 不过这大概就是因果循环 由于自己不爱环境 随意丢袭垃圾 然后报应到自己身上来了 不过摩托车主的做法也欠妥 告诉他不要乱扔垃圾 这样文明的处理也会更好一些 咱们剩下一个多小一点 点击率暴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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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大家有点我们知道 我们在高厘身上对押误 点击率暴涼 点击率暴涼 点击率暴涼